我现在来到了这地方就是魁北克的省议会 这座大楼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法国的卢浮宫 在这个建筑上呢有很多的雕像 这些雕像上的人物是对加拿大和魁北克有着重要贡献的人 省议会大楼是可以免费参观的 这是省议会大厦前面的托尔尼喷泉 由于电影《鬼怪》在这里取景 像这个喷泉还有这个省议会 这个大楼呢就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景点 魁北克城是美国加拿大唯一还保持一个城墙的城市 这城墙过去是军事要塞 今天呢在魁北克城呢 虽然说是军事要塞的意义不存在了 但呢现在它还是被加拿大的军队所用 这个就是它的古城墙 还有这个城门 进入了古城墙就进入了魁北克城的老城区 这里就是古城墙 这个古城墙呢还保留着一些炮台在这儿 离开古城墙不远就到了圣母大教堂 这是一座罗马天主教的教堂 是北美洲最古老的一座教堂 也是宗教圣堂 这座教堂可以免费参观 可以看到路易十四给的礼物 在这座教堂里呢还可以了解魁北克的发现历史 离开圣母大教堂 就到了魁北克城最著名的法蒂娜城堡 这个酒店建的历史比较悠久 而且也处于这个要塞上 而且加上电影《鬼怪》 在这里又取了景点 里面有很多房间 也是这里取了景点 所以说这里头呢 而且很多都称了打卡地 看它周围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电影的片段 这是坊蒂娜城堡前的一座雕塑 有个艺人在他旁边正在演奏乐曲 坊蒂娜城堡是建立在悬崖之上 它面对的是圣劳人斯河 圣劳人斯河到了这里就突然收窄 而坊蒂娜城堡 而坊蒂娜城堡的前面呢 在这个木制走廊 它的下面就是当年的古城墙 以及用于军事用途的还有炮台 由于圣劳人斯河到了这里 就突然就变窄了 所以说这个魁北克城这个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塞 所以就在这建了一个城墙 就是军事要塞 在英法战争期间呢 这里英国进攻了多少次 只是在英法战争最后 这里才被攻货的 现在这个厦门是 它的古城墙的一个就是原貌 在离开坊蒂娜酒店呢 就沿着这个楼梯就下去 进入然后就到了 魁北克城的最老的街道 有400年历史的街道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